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现在呢 这个调整了单元的顺序 所以今天的话呢 是蓝轩乐生活 我们把一些吃喝玩乐呢 都放在礼拜五里头 那但是呢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很特别 就是说其实 我们的当初想要是觉得说 工作工作工作到礼拜五了 很累很累 所以要开心的生活 但是我们要今天聊的话题是 现在的工作观念 或者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呢 基本上工作跟生活 可以把它混在一起 工作也像是玩乐的生活 玩乐的时候呢 也可以工作 当然这不见得是好事了 但总而言之呢 怎么样子呢 可以既工作又玩乐 那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不过在这个之前 我们听到这首 很动感十足的歌曲 什么也特别的挑 很复古啦 它是一个disco时代的歌曲 它在1978年的时候呢 这个被诞生出来 它是由Neil Rogers 而他所演唱的 他这个老兄很厉害 他已经是呢 这个美国的摇滚名人堂里头的入选者 而且呢 他得过六次的葛莱美奖 甚至还得到葛莱美的终身成就奖 他是呢 这个滚石当中 史上250位最伟大的吉他手当中的第七名 是真的很厉害啊 那他除了自己唱 你刚听了就觉得很想跳舞了啊 除了他自己唱之外 他还帮什么 嗯 麦当娜 还帮呢 大卫包衣 这个做了很多的专辑 然后呢 像是英国很厉害的那个时代 disco时代的Durin Durin 是他一首打造出来的啊 现在大家还认识他吗 我不知道啊 好 所以总而言之 他的歌呢 很很有味道啊 那呃 他们的歌曲哦 带起了一个风格 把爵士跟funk跟这个灵魂 通通的把这个混搭在一起哦 所以呢 听起来很热闹 很可以跟着摇摆 就像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 也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场来宾很热闹 有三位 好 我们先介绍的第一位呢 是呃 让我们启发了今天啊 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啊 这个主要的灵魂人物 他是呃 澳美的创意总监 龚大中 哈啰大中 早 你好 学姐早 呵呵呵呵 对对大中上次来过 他呃 创意总监是我们非常非常优秀的学弟啊 那他这次呢 有一个非常 棒的点子啊 这就是呃 work from home 他把这个work from home 变成work from 恒春 也是一个H啦 恒春 恒春是这样念的吗 呵呵呵 OK好 那怎么做呢 因为他跟一个书店 在地书店合作哦 那今天我们很开心的 邀请到呢 这个书店 你们从恒春来哦 是的 好感人哦 他们从恒春来哦 是红气球书店的老板跟老板娘 好 所以一位的话呢 是林雁廷 你好 大家好 OK好 那这个呃 事实上是主掌一切的老婆 她才是真正老板 这个郭德惠你好 大家好 好呃 所以呢 今天呢 大家应该听出这个 我们今天要聊的呃 故事的脉络了哦 就是很有创意很有创意的 不管叫创意才子 创意鬼才都好 龚大中呢 他自己很爱玩 然后呢 也在工作当中去玩 玩里面也去工作 啊 总而言之 他就想到说 为什么呃 一定要在台北的办公室里面工作呢 所以呢 他就决定了呃 去找一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呃 在疫情期间想到的啦 哦 那之后就真正诞生了 所以另外一个地方呃 也可以让他的员工去工作 那激发更多的创意 然后呢 带来更多的啊 这个乐趣跟构想 好 所以这个点子怎么来的大中 哦 这个点子哦 再回溯到三四年前 嗯 去疫情期间咯 对 哎 疫情之前 之前 期间疫情期间 期间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去台东 啊 那时候有一个 因为疫情的时候 我们员工旅游变成在国内 然后去台东的 都兰那边 哦 可以很棒很棒 然后去参观了那个 朱平老师他家 哦 朱平老师的时候 朱平老师邀请去参观他家 他家很棒 我听说 我一直说要去都没去 对对对 都长厉害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在那边 呃 朱平老师在讲一个概念 对 这概念叫双城生活 嗯 他就说其实台湾 就是说如果你是居住过美国啊 甚至是中国大陆 你就会去想说其实台湾 并不大 台北到台东 因为那时候他的地方在台东嘛 其实台北到台东 其实很近 其实是三个小时 甚至坐飞机 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地方 嗯 那所以其实他非常鼓励说在台湾 其实可以做所谓的双城生活 就是你在台北 然后那个时候在台东 他在讲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场听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被inspire 然后很向往 对 然后我们公司的CEO在李靖宏 Daniel OK 我就跟他说 诶 Daniel 那不然我们来弄一个双城澳美 他说哈 他说什么双城澳美 我说我们有来台东 弄一个双城澳美这样 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员工 可以在两边工作生活 对 那当时是这个 这一个缘起啦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啊 因为你的执行场也还蛮open的 我们实际上很浪漫 他很浪漫 他就是说好 你这样是搞得出来 你搞搞看 那实际 实际执行就发现说 其实台东有一点 交通上比较 没有真的那么不方便 像我几次去 我都是坐火车 因为我的火车也很棒 但是等一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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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到台东之后 你还要再往上回来 那个到什么都兰啊 新农社区 那其实 甚至成功 其实是交通挺麻烦的 然后那反正就找房子啊 然后花了蛮长的时间 然后还有 因为我们是大公司 大集团啊 还有一些预算啊 什么什么的问题 那一直到最后最后最后 呃后来 后来是因为 我很早之前认识彦廷 就是以前拍广告片的时候认识 所以彦廷以前是广告导演 对对对 然后那那那 后来他他就是肯飘嘛 他们这种叫肯飘南飘啊 就是从台北 肯是什么意思 肯定啊 肯定啊 他们这种叫肯定啊 恒春的肯定 那他们他去了 他去了 呃 呃 恒春 然后呃 跟他的 呃 闲内住他的太太 嗯 然后在那边开始了一个这个 呃 书店的事业 啊 那我因为 因缘际会的关系 我就有机会去他们书店 我去了两次 前 前两年吧 各去了一次 去做 呃 住春计划 我就之前不是学姐来这个是访问我的书吗 对对对 那其实我那两本书都有很大的部分 是在书店的 呃 居住在书店写书的 他们有一个叫住春计划 春是 春落的春 恒春的春 恒春的春 住在恒春的创作计划 那那后来因为这两次的 呃 创作计划 嗯 那我才忽然想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找台东 恒春也很好啊 而且有够远 因为我们要找一个 因为我们要出走 一定要够远的地方 所以你的概念是出走 对对对 那所以 就是他的文化跟感受要对比 对对对 那我觉得恒春 他的不管是气候 然后附近的这种有山有海啊 风景啊 人文啊 历史啊 底蕴啊 古城啊 所有的生活机能 交通都好方便 后来我们就决定 把他 呃 这个计划就是 改成是在 在在恒春 对啊 当时我们公司那个 财务部 还有在问我们说 为什么你们 要弄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地方的澳美 为什么要弄这么远啊 为什么我们要跑到恒春 我说 哦 那难道我们要去山重吗 还是要去桃园吗 当然要最远啊 对 不是啊 不是说太近 我就说太近 我就说 地理看见对对对对对 才会有那个 激发 我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 我比如像我们现在在台北 可能今天十几度 对 可是你现在去到恒春 就是30度 来就是太阳 就是完全不一样 温度啊 然后 空气啊 感受都不一样 你干嘛 你干嘛花还 那勾铁钱是你没有不住啊 我们 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公司 我们 我们租了 租了这个空间 然后我们 我们 我们大概有把它重新的做一些 规划 然后 对对对 然后那交通的部分 目前是让员工自理 自理 所以 因为我在想说 但是没有各种方法 财务要问你为什么去恒春 应该是想说 干嘛花了很多钱 对 然后因为 其实没有花很多钱 也很感谢那个 红气球书店的协助 那 其实去员工 会有各种方法 你可以坐高铁啊 然后还有人是租 你可以一路双膛 对 还有人租还九人吧 就从台北一路开下去 对啊 也有这种 好 总而言之 你们这个构想成型 我们待会会聊到更多的内容 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去登记了吗 就你们已经实践了 澳美双城 这样的概念 有啊 所以你们的员工现在已经去那边上班了 对 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 不是度假 不是去度假 你如果你是处在休假状态 是不能预定 恒春澳美的房间的 来 就是说你不能休假去度假 你是去那边工作的 对对对对 那你不确认他在工作 就起码他不是休假状态啊 因为之前还有员工说 啊那我 我我我我我那几天休假我想去 然后我们那个恒春澳美管委会有一个主委 就是他们在管理那有一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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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 叫James嘛他很有趣他就说哦 你是属于休假状态你不能去 我们那边是用来工作的 但是其实去到那边就是工作完了工作完了 你去你去恒春你怎么可能很专心工作 哈哈哈对所以我今天就要聊这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澳美的传统啊 包括呢大中是我学弟 那但是我们共同的学长是孙大伟 从大伟开始呢 他就是很很提倡在澳美就是一样 就是认真玩认真工作 所以你进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呢 我记得好像有什么什么篮筐啊 设备标 标牌 对对对对 他要打整个木工啊 悄悄打打总统先知 你进到那个澳美的创意总监 历代创意总监的办公室 就弄得像个游乐园一样啊 但是坦白讲 创意是需要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刚听大众说 他们现在去那边的都不是搞创意的 这样为什么要去那边 他们被激发出不一样的创意了吗 他对工作对工作来说 到底有什么帮助 好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时间 跟在蓝轩乐生活 这是我们今天礼拜五 邀请到现场有三位来宾 那我们聊的是呢 怎么样子呢 开心的享受生活 但事实上的工作里头 其实偶尔也可以带进了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环境 跟不一样的刺激 搞不好可以让你的工作的效率 来得更高 或者工作的产出跟创意 来得更缤纷一点 事实上在很多欧美国家 他们当然要看这个行业的属性了 但是欧美国家其实蛮乐于 去接受这种挑战 跟做一些比较不同的尝试 尤其在疫情过后嘛 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访问到的 这个澳美的创业总监呢 龚大中他很落实的 这个晋级旅集的 我觉得你心里面应该很雀跃 对不对 就是听到很开心 CEO竟然说可以啊 就马上的在恒春替澳美的同事 打造了另外一个呢 work from恒春 这样一个地点 好所以聊聊 那你找到了红气球之后 然后你把它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你真的不担心 你的员工去那边之后 跟你说啊我是上班状态啊 然后呢突然间人不见了 或是带着笔电的去冲浪 或者说去沙滩 或者是去小酒吧 因为恒春很多人 他有带着笔电就好了 真的啊 他有带笔电就证明他是要去工作嘛 所以你到底怎么想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真的去落实的时候 那个状态有重新让你觉得犹豫过吗 还是你有怎么样去打造 让他是一个你可以 可以放心或是说他真的有在工作 是一个好的产出 其实其实 呃一开始就就蛮放心 因为因为其实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讲那个什么 remote work 然后什么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哪里哪里的 其实大家已经非常 呃现在年轻人 其实非常习惯这样子的工作模式 他就是咖啡店工作 可以在哪里工作 所以我们就想象在恒春 一定可以 可是恒春太好玩了 对啊 对啊 你说要这样 那那就政府和我们澳眉的精神嘛 我们就是决的在工作中 应该要有很多玩乐的 OK 的成分这样 那像我们在那个恒春澳眉 我们 我们有 呃用 画一个就是我们ECD 谢晨星啊 他有画一个很巨幅的海报 那他就 就叫我在上面写一些文案 帮他写一些文案 就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他是art 我是文案嘛 OK 那我们就是在那个海报上面 创作上一起 他做art 然后我写文案 那其中我们又写一句说 如果你来到这里啊 就是恒春好美 然后你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来玩乐还是来工作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因为工作跟玩乐 这个本来就不应该 不应该有接受 那现在去的同事 的确就是 就是带来这个状态 你看在海边 对 然后看着万里同的夕阳 手上拿了两台电脑 我拍照呢 他工作的时候 他两边对照 真的 他就拿两台 他不是摆拍 不是摆拍 还有在那个沙滩上 就是南湾的沙滩 给我这样趴着 在海滩上 然后一个漂亮的女生 然后在那边打电脑 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书店的 书屋外面的草皮 然后一楼 一楼我们一楼有一个会议室 然后书屋外面还有草皮 然后铺着野餐店 在这个地上 他一整天就在那边工作 对啊 这好说 那问题是 那工作效率跟产出 真的有 很棒吗 所以很多同事都在讲说 或者说 比如说讨论 讨论创意以前是 晚上可能讨论到 10点11点 然后就好累哦 然后想走哦 可是在那边就是 哎 讨论到一点 大家还在聊天 然后讨论完之后呢 大家还舍不得走 就像他们在某一个房间讨论 还要生烟火吗 然后再继续聊聊聊聊天聊一聊 然后才 哎 不用各自回家 回家很远啊 各自回房 就是大家的房间就是在 在书店的二楼跟三楼 那天还蛮棒的 因为以前创意很多的话 尤其在台北 通常来讲如果开会开很晚 都耍颓废的 都是喝酒啊 去酒吧啊 什么之类的 那现在变成那么的阳光 对对对 我们还是有晚上还是有 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那个友好的 民间友好单位 那个台虎啤酒 台虎啤酒的 对啊 你们的广告商那么多 对但他不是我们客户啦 但是台虎啤酒的创办人 那时候叫Peter 他听到我们的这个计划 他就说 好 喝到饱 我捐你一个 捐给你们一个冰箱 然后放在我们的会议室 然后每个月 会从台南运酒 把那个冰箱放满 好感人哦 太好玩了 可是我刚刚听你讲说 到目前为止 你们八月成行 到现在去booking的 多半都不是创意部门 没有 其实后来差不多都有了 一开始业务比较多 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们把它进到公司的那个 用公司的会议室系统 他家那个booking会议室的系统 那创意就是比较不会这种 booking东西 所以就就 对就抢不 就是被人家 抢不过那个 但是后来 但是创意很会 很有弹性 他就是说中间真的说 这五天有一个空档 创意现在都用查控档 都用查控档的方式 不过现在都蛮平均的 OK 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人在那 我是在想说业务跟人资去那边 没有 因为我们基本上 我们整个整个 广告公司 它不是 我们就是创意的产业 那创意的产业 创意部是做创意的产出 可是其实整个公司其实都是在 在 它就是一个创意的industry 然后整个公司其实都是在 我希望是一个 产出创意的 那业务也是啊 we planer 去也是啊 其实是 他们的工作其实都是在 激发或是帮助 创意去产出东西 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需要 创意跟好玩的公司 好玩跟弹性 以前就是一直这样 那我觉得 我觉得 所谓的恒春澳美 work from 恒春 它其实是 现代的这个 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anywhere 现在的这种 一个趋势 对 然后跟原本澳美 对于玩乐跟工作 本来就不应该有界限的 这两个 概念或精神的结合之下的产物 对啊 听很棒 我相信很多听众观众 已经开始觉得好羡慕 回去 可不可以跟老板说一下 我们也要这样的 work from anywhere 那到底要哪里呢 好 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就要回来了 当红气球碰到了公大众说 我们给你搞一个office 跟你们这边租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很惊讶 然后的话呢 现在其实共同打造出来的想法 跟碰撞出来的创意 其实越来越多 已经远远的 远远超过 原本可能只是一个 另外一个工作地点而已 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再回来继续聊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聊到今天啊 这个跟在蓝轩乐生活 我们现场邀请到的一个是澳美集团的创意长 这个龚大众 另外两位的话呢是 红气球书屋的老板男 两个都是老板啦 不要讲老板跟老板娘 就是老板这个郭德惠跟林燕廷来聊天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当大中 因为本来跟燕廷认识嘛 但是后来我刚听他们讲说 原本你是带他们去看房子 就看着看着看到了你们自己的房子 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为什么这样子 其实一开始大中有跟我提这个idea 就是做双城生活的时候 因为我是觉得恒春对于台北 真的是有一点点地理上的遥远 然后这个形态上都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我一开始没有很认真 思考这件事也会成功 以为我们再回来 我本来想说他们应该就是讲讲 因为有时候我们 很多朋友也是来恒春玩一玩 就说要住在这边 然后我想说他应该也是 因为住春的时候 我们就是跟他在这边生活的很愉快 我想说他会不会也是这样一头人 很多创意人都说说而已 对对对对 我也是说一下是要住台东 一下要住花园 一下子的苗栗也不错 头发很好 一直觉得恒春 他后来又一直持续的在联络我们 然后还带了 就请他同事下来看房子 然后那时候才跟我太太德惠在聊说 我觉得 澳美这次好像是真的很认真 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好像要更积极帮他们找房子 那因为恒春其实 因为他是在国家公园里面 所以他有一些建筑物什么 其实他还蛮限制的 所以我们就是 包括大中自己也 恒春整个城都在国家公园里面 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也在开始就是帮他们找房子 然后也是找了 我们应该找了有半年 半年有了 然后在其中又碰到疫情的关系 也有点小暂停这样 OK 对但后来有一次就是 因为我们后来有了小朋友 然后我跟德惠就想 我们今天现场有小朋友 对对对对 如果有一些小杂役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小朋友 他超安静的 很可爱 但他好安静 希望晚上回家也是这么乖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说 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空间 是我们在同一个平面 因为现在书店是三层楼的一个通店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找一个空间 是可以好好照顾小朋友的 对那我就会想到 然后我就跟传讯息跟大宗他们说 欸其实二三楼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没有办法整栋住 因为一楼还是我书店 我还是要持续经营的 那二楼不是你们住的地方吗 对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就搬出去的话 那就可以提供给他们 还是我们不介意的话 对对我说我们不介意的话 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有点担心 因为我想 我想说他们应该会有想要整个 这个视觉或者整个规划起来 会希望是一个空的房子 对那我书店在那边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之类的 我也不太确定 因为那时候没有细聊到这一部分 对啊 然后他们就很高兴的 跟他们说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就赶快说 欸那好 那我们赶快就是 你才知道说 因为他们早就在打你们的主意了 对啊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有跟大宗聊到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保留一楼书店的一个 对 开放性 然后二三楼就带给他们 对啊 因为你们自己的书店还是很重要的啊 对对对对 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个资料才知道就是 红气球书店其实已经不只在恒春了 因为做得很好就往外拓展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店了对不对 对总共现在有四家店 已经有四家店了 哪四家 除了恒春之外 第二个分店是在新北的双溪 然后台北华湘跟台南林百货 现在总共四间 哦 那两个比较多会赶 对没错 领百货比较多会赶 还有华湘也比较多会赶 双溪的应该挺酷的 对啊 双溪很有趣 双溪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山城小镇 对啊 有茶文化 还有放天灯 对对对 哦 那很棒 OK 好 所以那所以当确定达成这个目标 留下你们一楼的这个书店 那二三楼原本是几个房间 所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二三楼那时候其实是 总共加起来是四间房间 四间房间 那因为我也担心他们 不太知道他们要怎么规划 但是那时候阿伦就是 我们有一位很爱室内设计的 就是被 被广告单割的 被绑广告耽误的室内设计师 哈哈哈 他就非常积极 他开始画设计图 然后把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主题这样 然后在我们把整个 我们自己的私人东西撤掉之后 然后他就开始就是 花非常多时间 然后他们还 他们熬夜好几个晚上 然后在那边组装他们的床架 然后他们的一些deco的 然后预算很拮据到自己主题 然后他们说其实我后来到二楼的时候 我去有经验到 想说原来可以这样 对可以弄得这么漂亮 我们在还是在书店的基础之下 然后保留他原来的那个气味 然后包括一楼是书店 对 有哪一个地方比得上 就是一个广告公司的分布 其他的一楼其实是一个书屋 对不对我也觉得 很有气质的 突然之间就那个 有内涵了起来 如果是一个冲浪电 然后书屋也因此有了一个 不一样的可能性 对 但是这一点 就书屋有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 他在外观上 或者进去买书的人 或者逛你们书店 感受得出来吗 这是一个跟澳美有关的地方 会是这样子吗 因为其实澳美进入之后 我觉得在地方上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震荡吧 哎呦 大家都知道说 哇那么大的一个公司 然后居然来到我们恒春 然后开设了 就是台湾的唯一一个分布 哎你们很不谦虚 有没有敲锣打鼓进恒春 没有敲锣打鼓 他们有办一个开幕 开幕 对对对 然后有乡长啊 跟议员啊 代表代表 握手这样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来了 然后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不是在这边 做台北的工作而已 我们也是希望说 可以跟恒春啊 地方啊 或一些社会福利单位 有一些交流 那未来 这样子吗 因为红气球书店版 书版就是在做很多 地方创生的东西 那我们也很希望 可以透过这个关系 然后认识当地的人 也许我们在那边 不只是做台北的工作 我们可以做一些 就是跟地方创生相关的一些 一些project 很棒啊 所以就衍生出来了 就原本可能只是一个 work from home 的衍生 那现在已经把它 把你们的整个创意 把你们的工作的内容 可能都衍生出去了 对对对对 OK 那所以这是跟你们两位 激荡出来的吗 你们本来这个红气球 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我觉得对我们而言 独立书店在地方上面 尤其以恒春整个区域来讲 我们离到高雄 大概就是100公里远的距离 那恒春当地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就是没有书店 也没有电影院 欸你们不是在地人哦 我们不是在地人 那你们干嘛也要 所以你们刚刚讲啃飘嘛 啃飘 那为什么会有落脚在恒春呢 恒春很美啊 他绝对有值得落脚的原因 他都他每次 我真的之前跟他一起演讲 他是秀一张照片 一个海的照片 然后他说 这个这张照片 就是我为什么会去 恒春开书店的照片 真的吗 就是简报里面 第一张都会放那个照片 然后就可以解释这所有的一切 因为真的很漂亮 你会觉得希望这么好的东西 可以被保存 然后可以被传递 那独立书店到现场之后 我觉得我们希望看到很多东西 然后也学到很多东西 那希望可以成为平台 传递给更多人知道 那澳美的进驻 我觉得更好的是 让我们在不同层面上面的知名度 也扩张了 那被大家更知道 独立书店在一个地方上面 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像我们常常带大众 我们现在都说 大众是恒春人 对恒春非常熟 然后我们带他到部落里面 然后带他到各个山跟海的地方 然后去认识很多的朋友 那你越看到他们 你会越羡慕他们所在环境 但是同时你会反思 我们自己的处境 跟他们的处境 所以后续的一些合作 或可能延伸性的 公益性的合作 我觉得就会从这边开始 真的还蛮棒的 因为我知道明年是恒春这个城百年 因为屏隆县政府有跟我讲过 好像要办一些什么活动 还邀我去 太好了 以后要跟你们一起当恒春人 那我们休闲学 休闲学 再回来继续聊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了三位来宾 一位是澳米集团的创业长 龚大钟 两位的话是红气球 师屋的老板 这个林彦廷跟郭德惠 那我们聊的是 这个生活跟工作在现代 尤其经过了疫情之后 真的是包括年轻一代 就是他这个态度跟 可以接受的这个范围 跟谈性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 然后事实上我也觉得 真的就是 现在都在讲什么大缺功 除了什么少子化的问题 高龄化的问题 重点是在于说 年轻人很多事情 他想做就做 他不想做 你再高兴他也不想做 所以你要给他 很多的一些诱因 让他觉得说 他的生命值得为你付出 那我想某个程度来说 就是你们双方的合作 就是有你成就这样的事情嘛 那所以要不要再聊聊 这个红气球 这红气球 而且我刚刚讲 就不只是成就彼此 就是说 好像又可以多做一些事情了 因为现在 事实上独立书店在台湾 这些年 也是真的就是遍地开花 他其实基本上 已经不是一个书店 坦白讲了我觉得 因为我们还蛮常介绍书的 其实现代人看书的人 真不多了 但是书店的概念 就已经是一个平台了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一个卖书 卖书的气氛 但是同时你可以把这个 同样书里面写的东西的概念 透过活动 或是透过一些你的 其他的想法做法 就是一样的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就像媒体了我觉得 对不对 所以对你们来说 你们还做了哪些 其实我们进去之后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帮农会做了 农会的一百周年的活动 办了两天的市集 还有影展 还有媒体彩线团 然后还有表演 然后还有千人的 卤肉饭试吃大会 很有趣 因为以前在台北办的活动 你会觉得都是一些 branding的东西 然后到了 所以我们要先讲一下 德惠的他以前是在饭店工作 所以你在饭店以前做的是行销 对不对 行销业务这一块 所以听起来对行销很熟悉 真的是 所以会跟很多品牌一起合作 去做他们的大型活动 可是到了地方上面之后 你会觉得那种扎扎实实 跟一群农民做活动的感觉 很不相同 而且分外有趣 所以你们的书店里面会卖水果 会卖农产品 之前有帮忙在 之前芒果有一段时间 有到一个打量滞销的时候 那时候帮他们接了 两千多斤的订单 OK 所以书店到底卖什么 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对啊就是没错 书店卖什么 我们成为农友的一个平台 然后也进驻到学校里面去跟学生们做一些阅读推广的交流 然后我们帮小朋友出小朋友的刊物 然后我们还办个编采营队 在疫情过后的时候办编采营队 然后让外地的人来到恒春去认识恒春 然后用这五天四夜的营队时间 我们还产出了一本小制 让他们去介绍恒春 成为一个很有趣的旅游书 这样子嘛 所以你们已经 你们就打造了一个非典型的书店就是了 是的 OK 所以一个是做饭店行销出来的 然后刚刚讲的 晏廷是本来就影像嘛拍东西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 这红气球 红气球应该跟侯孝贤有关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一开始我们 因为他那部电影很厉害 我们一开始开这间书店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名字啦 那那时候因为这是南部嘛 然后我们在开这间书店的时候 有跟很多的长辈聊天 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 就建议我们不要开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跟你说我没有那么客气 一定会倒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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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有鼓励的方式 拜托你们不要开 拜托我们不要开 这样讲你们是 恒春的第一家书店吗 因为不会吧 不是不是 其实在之前有一间春城 但是我们到的 我们开始定居恒春的时候 他就已经一收掉了 就到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后来要开的时候 我们还有找过老板 那他也是建议我们不要做这个事业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名字 春城的老板 对春城的老板 还有建议我们不要 所以他應該也是一個因爲浪漫而最終 是老字號的書 這是以前的那種傳統的新書店 那後來我們在想名字的時候 我就想說一直被攻擊 然後我就想說算了我們就 我們把我們自己書店叫唐吉柯德好了 然後就有點就是想要做這些很浪漫的事情 對然後太太就趕快阻止我 太太趕快阻止他說 你這樣的話大家會一直叫你唐先生 唐先生的書店 然後搜尋啊什麼都只會出現什麼基安的殿堂 就會出現這個唐明可能 你兩個對話也蠻好笑的 後來我們就開始真心的回到自己 就說問我們自己說為什麼要開這間書店 對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後來其實因為我跟德惠在台北認識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常約會的時候就 像我們第一次約會就去國際書展 國際書展 對國際書展所以後來其他約會 就是成品啊或者書店啊或者是店員 所以我們算是蠻文青的 老文青這種概念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覺得書的其實不應該讓人家有壓力 就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開書店很會做不下去 是因為你好像覺得他會給你壓力 好像沒有看這本書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不會 你沒有去逛這件書你也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就是你自己人生的選擇 那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回頭問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說 其實書我們是希望他不要給大家壓力 我們也不希望開了一間是在地人走不進來的書店 對然後我就開始想我自己在工作上碰到的一些導演 一些創作者然後就想到 欸侯孝賢導演很喜歡的一個導演侯孝賢 他以前拍過《紅氣球》這個電影 然後我就把DVD找出來然後跟他一起看這樣 然後看完我們就說 其實書好像跟紅氣球這個概念會非常相似 其實你就算大人拿著一顆紅氣球 你也不會覺得他很奇怪 那就是一個陪伴的概念 也會因此而快樂起來 對對對 然後小朋友也可以拿個紅氣球 任何人都可以拿著紅氣球 那他可以陪伴著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他有可能有一天會飛 對我剛剛就想像保母一樣就飛起來了 但他也有可能有一天會飛回你的身邊 那我覺得這樣的這種連結其實 我們不要去太有壓力 那我們就把它定為紅氣球 然後我也很幸運的在國外有找到一張紅氣球的電影海報 對然後後來是 超大的 對非常大開的法版海報 然後我們後來把它運到華山 然後後來那個剪接師廖賞 就是今年還恭喜 額個得獎了嗎 對他今年得金馬最佳選機 而且他第一次得 嚇死人 對他第一次得 然後他上次有來我們書店 然後他才跟我說這張海報 其實他們當初在法國拍完那個紅氣球的時候 他們有製作公司有給他們一張原版的法版海報 然後他沒有想到在台北的華山還可以看到第二張 他一直以為就只有他們唯一一張 所以你就是台灣就是唯二 唯二 唯二 然後我趕快跟他握手 然後他就得金馬最佳選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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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厲害 他非常厲害 難怪他沒有感謝你 路營節結束間我要跟彥婷握手 然後他們剛才會發生什麼美好的事情 還是要握一下 我知道 他們三個人相遇了 好我們休息一會兒再回來繼續聊 好回到連線時間我們非常開心的 這個一路聊了 已經快要接近這個時間最後了 好所以我們現場的三位來賓 龔大中還有書店老闆 郭德輝跟林彥婷 好那所以呢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相遇 然後而且呢感覺起來書店已經成為 我覺得他可能可以成為一個讓美好發生的地方 就是你所有人進來 你有各自的夢想 你有各自的創意 那就秉著一個 可能是一個書帶來的那個氛圍吧 那他可以呢讓各種事情呢在這邊相遇 然後呢可能可以因此而往外擴散出去 好那所以呢 那中你當初只是想找一個 澳美的另外一個工作的地方 現在我看你在接受其他訪問的時候 好像有講到過說 你們希望把這樣的一個雙層的概念 就是讓他 甚至讓海外都知道 我就是說你想要讓這樣的一個 呃 誕生的一個小小的夢想 現在正在發芽的期待 以後長成什麼樣子 呃其實 呃 我們現在開始每週都會有人去嘛 那我覺得他第一次去其實就是 已經到每週了齁 對啊 我想要我可不可以跟你插個空檔 可以可以可以來安排一下 哇太好了 然後那就排到明年嘛 排到明年 然後但是但是但是就是說 每一個去的人我覺得他是第一次 嘗試這件事情 然後第一次到到紅氣球書屋 然後第一次到很純 然後他的時間可能五天 七天八天十天不一定 那他去完之後他會想去第二次 像我又問過所有的人去去過 都想去第二次 然後他第二次他想要待更長 然後他就會開始透過認識熟悉之後 就會開始我們剛剛提到的一些 有機的一些連結他就會 就會慢慢發生 因為我覺得現在還在起步的階段 那就像我們的那個創辦人 宋志明TB 他今年退休嘛 那他退休的時候他剛好八月份 他去參加了我們的 呃很純澳美的開幕 開幕 那時候他回到台灣 然後他成為第一個入住的 澳美的員工 那在那個開幕的那個那個 呃 算是場合上 TB就有講說 他說現在這個紅氣球書 然後橫川澳美在這邊 這是一個開始 嗯 他就講更重要的是什麼 他就說 啊 畢竟是宋志明TB 講話就是 我覺得很準確 他說 他我們現在要繼續要 發展 第一個是他的持續性 嗯哼 好就是我們會繼續生根嘛 因為也有人說啊 我們就是做個樣子啊 做公關啊 就是擺個樣子 沒有我們每個禮拜都有人去 而且他會持續性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發展他的豐富 嗯哼 就每一個人去 然後澳美 然後紅氣球書屋 然後我們在那邊 他可以衍生出很 什麼樣的可能性 我們都完全不設限 嗯 然後所謂的那個豐富化 那你最後 用時間的軸線回來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這個持續性 跟這個豐富化 他得到的產物是什麼 那如果照這樣想啊 以後會不會 恆春澳美只是一個開始 以後有 比方說 不知道 集集澳美 異山澳美 我不知道 會不會有更多其他的澳美 好高 應該不會啦 應該不會 我就好好的扎根在恆春 已經扎到很遠了 恆春澳美 就是第二間房間 第二間房間 這樣子 這間也蠻熱鬧的 那兩位呢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一夜結合 一夜結合吧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期待 我覺得我們自己也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就像大家在講說 大家到底來這邊還是玩呢 還是工作 可是我們看到他們在 這樣子的創意工作之下 其實是壓力值非常的高 可是他們會因為 到了恆春工作之後 非常的努力 為了等一下 五點可以去追夕一樣 大家會用各式各樣的姿勢 趴在坐在躺在書店啊 然後或者是恆春的各個沙灘 各個的位置 然後去做他們自己的工作 那我覺得反而 很激勵我們說 其實你越要在一個 休閒的狀態之下生活 其實你反而要付出 很多的一個努力 然後在你自己很投入 很認同的事情上面 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時候 你要更有紀律對不對 為了要去玩 為了能夠去享受 也因此呢 共同要很有效率 這樣的話就可以呢 雙贏對不對 OK好 非常謝謝今天呢 大眾諺庭還有呢 得回到我們的現場來 下次如果大家再去恆春 而且聽起來 我們剛才討論說 恆春明年是百年 實際上是建成百年啦 有恆春這個聚落 應該是更久以前了 去恆春走走看看 去紅氣球看看 然後看看呢 可以去敲敲門嗎 可以可以可以 歡迎歡迎 可以嗎 可以當動物園嗎 這樣參觀一下 感受一下這個又可以工作 又可以玩樂 又可以追夕陽 又可以上網打電腦 他那麼一個 恆春澳美 OK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拜拜 我喜歡 I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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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I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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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喜歡